那坚持下去呢 我们也需要很多的助力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其实我们的各位嘉宾 来到我们节目之前呢 我也给他们布置了小小的任务啊 就是请他们带一些 可能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一些 母乳喂养的好的工具啊 和方法的分享 那我自己也带了一个 我们首先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不好 来 我推荐的这个呢 其实非常的常规化 但是我觉得 它常规 但是又非常的重要 必要 必备 对 是必备的 就是这个吸奶器 因为解决了 你要喂夜奶的问题 然后解决了 你有的时候要出差的问题 而且这个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 其实这个奶瓶 其实你可以安上那个奶嘴 直接就可以喂给宝妈了 这样就可以 这是特别最新鲜的 或者说很多妈妈 可能她是在外面 或者说她是提前拿出来储存 就会用到我身边的这个 储奶袋 然后呢 上面是可以写日期 比如说我是今天 九月几号 十月几号 然后几点 然后差不多 然后吸出来的 因为宝宝其实 她喝奶的量是要 要记录的 家长要掌握的 也要记录的 比如说150 然后好多好多袋 然后给它放到冰箱里 然后冷冻 我马上要去吸奶了 冷冻或者是冷藏 然后当她要喝的时候呢 你就拿出来 就会用到我今天要推荐的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温奶器 然后你可以把奶瓶 或者说这个袋子 其实都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它就会加温到一个合适的 温热的 像接近于这个母体出来的这个奶的温度 然后给宝宝喝 咱们在取奶的时候 取奶的时候 一定要用刚才我们看到的一次性的储奶袋 如果是储奶瓶的话 一定要高温消毒 我就会觉得这个会不会对 母乳的营养有所缺失 然后会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就没有自己产出来的奶 那么新鲜了 把它放在里面的话 其实只要关注两点 那我们的温奶器还是可以很好地用的 第一个就是温度 我们刚刚提到的温度 它的温度在40度以内 就是36到40度之内 其实呢 它就对母乳中间的成分 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存放时间 像咱们室温 也就是20到30度的室温 其实是可以放四个小时的 如果是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冰箱如果长开的话 只能放一天 如果冰箱不长开 可以放两天 对 在冷冻的时候 咱们的冷冻是零下5度到零下15度的时候 是可以放三到六个月的 那如果冰箱是零下20度 然后又不经常开的状态 它其实可以放六到十二个月 对 然后呢 从冷冻层把咱们的母乳拿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放到冷藏层先冷藏 冷藏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 这一次冷冻的奶用完之后 就不要再冷冻了 就不要再次这样 对 再次冷冻 加热的时候呢 最好就是把它整个储藏袋 和储藏瓶一道地加热 加热之后再倒入奶瓶中间 让宝宝来喝 其实这样是最安全的 好 明白了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是说我们把握好 您刚刚说的几点 其实这两个还是非常实用的 对的 然后也是我觉得 母乳未养的必备之物 好 接下来谁跟我们分享呢 我先吧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 我的宝宝就比较作 它半夜喝奶 就经常会奶睡 然后呢 我经常要抱它 哄它 然后虽然说抱的方式 有很多种 比如说摇篮抱 橄榄抱 但是呢 其实我的右手臂已经 就是我先去电影家 他们说我已经受限了 我的手已经不是很抬得起来了 所以呢 我就有了这个东西 它最重要的一点的是 首先你要像救生圈 你要把自己绑上 对 然后呢 你可以选择左边或者右边 跟进自己的手的位置 再把你的宝宝放在这个位置 它基本上呢 就是可以躺在这里 不用说你这样子 一直把它凌空这样子抱着 尤其是晚上你会很困 还有一个别用 就是你如果说 不是抱抱抱会腰很疼吗 其实你可以放在后面 福利自己 还是不忘自己白色 这个真的特别好用 而且你知道 还有那什么妙用吗 我们家小朋友 后来长大 就是稍微没有母乳喂养了以后 九个月以后 他就坐在地毯上 我就会给他围在这儿 他就很有安全感 然后他自己就在那儿玩他的东西 然后你又不担心他 会歪倒 会摔到脑袋什么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 也是必备 一五三用 一五三用 我觉得想尽分享的这个特别好 然后这个枕头我就一直舍不得忍 因为我觉得那上面有很多 我跟他难忘的回忆 舍不得忍掉 接下来该谁 我因为刚才我说到吸奶气可能吸的我们的乳头会很疼 包括宝宝长了乳牙之后 他真的会去用力咬你 真的 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这样一个神器 超疼 它叫乳头保护器 我们在喂宝宝的时候呢 他可以套在妈妈的乳头上 然后他再去吸的时候就形成了一层保护膜 还有一种羊脂膏 就是你在 是的 紫色那个 对 紫色那个 抹一抹就可以舒服很多 那除此之外 我们喂了保护乳头的形状 在喂完奶之后可以给它定一个形 然后给你一个定型 那我这个才神奇的 就是奶量惊人怎样维持的 这样子就可以敷着的 这是什么 这个呢是一个高分子的保温材料 像日常很多妈妈本奶结会用热毛巾敷 但热毛巾三到五分钟就凉掉了 你要不停地换 而且热毛巾它会有菌 对 所以像这种现在是直接放在盐袋上面 它就加热的情况下 那个是盐袋 平时还可以加热之后放一个药包 哇 而且药包是一次性的吗 一次性的 加热因子弄好之后 然后把这个架子放在上面 就一直恒温的保热 真好 然后像妈妈有些是用奶胀的那种疼痛 然后也是可以用冰敷来缓解的 接下来就要分享我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了 就是我的网络笔记 我是把我的月嫂每一天说的每一句话 全都记录了下来 你的月嫂是你的导师 她就是我第一位导师 就是其实通奶结最简单也最便宜的方法 就是生大饼或者是卷心菜 你只要把卷心菜敷在这一边 一晚上你的奶结就会化开 包括是哪些会回奶 哪些生活习惯 哪些自己我调节情绪的方法 可以让你的奶量保持 我全都分享了 包括我的通乳师 他通乳的那些状况 当然是避开那些重要部位 所有的这些手法分享 我全都会写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经验的极大成者 如果大家想要得到这份经验的总结 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家屋室的微信公众号之后 回复母乳喂养 就可以获得完整的文字版的内容了 那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物品 还有这么多的方法 周周觉得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按照就是解决妈妈痛苦的程度 我们来给这三个物件排出去 那像乳头保护贴呢 它其实对于一些乳头内线的妈妈 还有一些乳头被宝宝吸得军灭的妈妈 它其实是可以起到切实的保护作用的 所以呢我把首位给到了她 厉害 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知道乳腺语言 其实在那个哺乳期真的是很头痛的 那我们可以在就是 哺乳之前呢稍稍热敷一下 然后在哺乳完之后再做一个冰敷 来给我们的乳腺和我们的乳房最大的保护 所以呢我把第二位给到她 好 厉害冰 这个冰衣准刺激她的日常也是可以用到的 像我妈妈很多时候都会得那个剑消炎 就是到宝宝抱的 所以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妈妈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手臂 还有肩膀之类的 好 所以第三名给到了她 对 你的意思就是最后一名给了她呗 不是 应该我的这个是属于比较大众化的 最日常最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东西都很必要 因为它解决的是不同人的问题 需求 那可能有的妈妈她真的用不到吸奶器也有可能的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什么样的物件解决你的需求 那个就是你心中最好的一个物件 对 好 好